单计划 神15和神14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交叉驻流约一周左右 首次同步开展载人飞船发射和回收任务的九泉卫星发射中心测控系统 就像是掌握飞行器状态的千里眼顺风耳 全力护航神舟任 三 二 一 点火 点火 起飞 起飞 九泉光学 跟踪动场 这是神舟15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的最后一次全系统核链 九泉卫星发射中心东风站是距离发射场最近的测控站点 作为火箭发射测控第一站 它承担着火箭上升段飞控 逃逸 返回段返回舱开伞等关键节点指令发送 保障航天员同地面化音通信 航天员生理信息监测等任务 测控通信是火箭和飞船在飞行过程中与地面联系的唯一纽带 发射与回收 双线并行 要求我们在任务准备过程中必须要同步组织 同步实施 高度通筹 确保发射 载轨与回收过程中测控通信的精准可靠 为了能稳整快的捕获目标 东风站科技人员每日进行设备维护 每周开展三次以上任务专项 应急处置 岗位操作 轨道计算训练 从文书拟制 方案学习到流程演练 每一个环节都反复验证 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关 使人员设备达到最佳参试状态 这里就是代号为双程的大数理测控点 我身旁的这台光学望远镜口径约600毫米 实际作用距离却在1000公里以上 是名副其实的追踪火箭飞船的千里眼 科技人员需要以毫米级的精度操作单杆 控制设备 实现对目标飞行器的精准识别和捕获 航天测控要求看得见 更要跟得上 跟得稳 大数理测控点根据不同任务 不同阶段可能出现的情况 完善185份任务文书和76份应急方案预案 把最充分的测控手段坐在地面 把余量留在天上 确保航天员安全进出太空 从飞船发射 对接 载轨运行到返回 我们的活动统一测控设备和固定统一测控设备 全程参加 联合系统内其他光学 雷达 摇车等设备 构建了精准 可靠 严密的跟踪测量链 全力护航神舟任务